はいみなさん こんにじゃいのおいです 這一字我們要學的是五官的用法 比如說吃東西的時候有甜的味道 用日文怎麼說呢 還有聞的時候很香的味道 用日文怎麼說 還有那邊有奇怪的聲音怎麼說呢 這個地方很多學生會講錯 所以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吃的時候有什麼樣的味道 日文 あじがします 有味道 因為中文是有味道 所以很多學生會講成 あじがあります 但是錯誤五官的用法全部都用します 那比如說有甜的味道 他的日文 あまいあじがします OK嗎 那如果是聞起來的 很香的味道 有很香的味道 他的日文 いいにおいがします いいにおいがします OK嗎 聞的時候是用におい 好 那有聲音怎麼說呢 好 聲音 這種聲音 おとがし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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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奇怪的聲音 変なおとがします 好 那這邊也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おと 但是如果是人發出的聲音的話 要用声 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看一下練習問題 好 第一個 這個蛋糕有咖啡的味道 這個蛋糕有咖啡的味道 這個是吃起來的味道 好 用日文 このケーキはコーヒーの味がします このケーキはコーヒーの味がします 這個蛋糕有咖啡的味道 好 好 この部屋はタバコの匂いがします この部屋はタバコの匂いがします 有咖啡的味道 OK 好 那第三個 從隔壁房間有人的聲音 從隔壁房間有人的聲音 好 要注意喔 隣の部屋から人の声がします 隣の部屋から人の声がします 不可以說人の音 因為人發出的是要用声がします OK 好 那第四個 這個公園有很香的味道 可能就是有很多花 好 この公園は花の匂いがします 也可以說 この公園は花の香りがします 匂い也是可以 但是香り的話 那種香味 形容香味的時候 會採用到香り 好 那第五個 剛剛有沒有聽到奇怪的聲音 嗯 怎麼說呢 さっき 剛剛さっき 変な音がしませんでしたが さっき変な音がしませんでしたが OK 好 今天我們學的 有味道 如果是吃的話 味がします 那聞起來的味道 匂いがします 那聽到 音がします OK 這個します 特別重要 好 那就今天的歌到這邊 バイバイ 最後一言 よかったらYouTube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あともし何か日本語の質問があったら LINEから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皆さん日本語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バイバイ あなたの歌いは 一аю 大不思議 在中心中 我lik的音響 僕的音響 同樣的音響 だから こんな音響 朋友